在Blender World Cup世界杯艺术闪赛中也获得了世界冠军 这个是作为我们中国地区的Blender开发者来讲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另外花了15个月的时间撰写了国内第一本的中国Blender教室著作 Blender全国有其他 而大家可以猜猜他个人的隐私年龄多大 这个我们就为我公告了 终于自己介绍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邱银给我们带来相关的Blender三天兵具的一块奖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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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感谢今天能在这个地方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开源的 我们今天Blender 3D 然后他在游戏以及这方面的各个应用 然后刚才邱银提帮我做了一个简单智能介绍 关于我的年龄的问题 我是八五年了 所以说也不算太玩笑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Blender 那么首先 什么是Blender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大概有四个话题 第一个什么是Blender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功能上面的展示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谈一谈它在游戏与电影上面开发的一些用途 那最后一个的话 那么就是说Blender现在已经跟HTML结构在一起 开始发一些网页上面的一些3D小游戏 而且有一些颜色 然后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Blender 我们首先先看一个 看一些作品 Blender的话就像我们平时大家都不了解的 有3DMarks 有Maya 这些都是常用的一些商用的3D制作软件 那么Blender的话它是一个 具有同样功能的软件 但是里面有一个不同点 它是开源的 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软件的获取完全是免费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任意下载使用它 并且只需要遵循它的GPL协议进程 那么Blender的话它不亚语 那么开源以前总会有人讲 那么开源是不是等于一种业余 是不是第一 其实就是说它并不是很专业 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些作品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Blender它的作品相当的功夫 而且精彩 国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成熟作品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 这些我们就可以简直看了 这些是使用Blender内置引擎渲染的一些 优秀作品 这个是直接在Blender官方画篮里面 直接当下来的 那么这个 是一个波兰的艺术家制作的一个 叫 我马上给了一个小图 然后这一款现在 这一图图的话是使用最新的GPU渲染 我们以前家里面的 以前的渲染都采用CPU渲染 那么未来的趋势的话 现在逐渐在从CPU转向为GPU GPU的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而且它采用了那种非偏离渲染的技术的话 算法可以得到相当真实的造型级别的渲染效果 那么这一款就是使用 现在全世界第一款GPU渲染器 叫OpenSread 制作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些剩下的这些图片就是 使用Blender类似的引擎渲染的一些效果图 它的开发是它的 Blender的话在应用性 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的装装性特别好 每一个功能它都为用户提供的十分简单 在以现有的一些工具 那么以制作一个作品来说的话 这样会让你的效率成倍成倍的增长 那么像这样一部图的话 可能大家觉得会花很长时间 而且很多人艺术家的话 只花了两天的时间 就怕它给做完了 而且角度相当的好 这个也是用奥普登社渲染的 那么这个Blender还包括 Blender的接种性相当的好 它支持昆吉尽有它内置的渲染器 那么商用的Rail等等等等都支持 同时的话 它又有一些开源3D渲染引擎的一些支持 那在这里的话 是使用叫Y8-5UY的开源软件 渲染的效果 相当的好使用的 但是类似于产品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支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这个地方下面的话 可能这个光线不很清楚 下面这些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光眼镜组成的 那么没光眼镜组成的很多的面 Blender在它的数据 呃 存储 还有它的那个 多边性的处理能力上面的话 是公认的是最强的 有的时候甚至于墙后白 还是像Demarks 像这个面的话 这么大的几百 像千万的面的渲染的话 Blender上面开起来 是像3.9张 并不会出现实际啊 或者卡掉什么 那么今天刚刚开展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电影 那叫Lent of Dream 那部电影的话 是Blender基金会 在2007年制作的 世界上第一部开的电影 全部是用Blender来做的 而那个时候的话 Blender还处于2.4 2.39个版本 大小的话可能只有9到10兆左右 那么现在到了2.60 2.61了 大小的话也就才20兆 所以很小的一个软件 但是确定会有相当相当大的 很强的一个软件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对它挂入 一定要挂入现在 那么 好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Blender Blender是一款 开源的完全点 对于开源的 画平台三次制作软件 它 你只需要遵守GPL的奉险协议 那么你就能够任意 对程序经济修改 甚至说你可以为它 重新定制为你自己的办法 但是你在发挥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守GPL的协议的话 那你需要注定 这是使用的Blender的代码 那么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大概现在市面上 呃 普遍存在的一些商用 3D软件的一些价钱 Maya的话 一个标准套件 8500美金 3D Max的话 是5000 XMSI的话 是2500 那等等 它不需要钱 而且这主要的事情 它不仅是免费 它支持画平台也有 那像3D Max的话 它只能够在Windows上面使用 而它是画平台 你在Windows Ninux 甚至苹果系统上面 都帮忙 试用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 它是一个 相关相关 相关软件 那么这个 这一张图就是 本来的一个 呃 用户界限图 它的界面呢 它能够跟大家 平行所先进的任何的分别 任何Windows下来 或者是 Ninux下来的程序 都不大一样 因为它的界面 是它本身的 因为它的 本来的开发中心 是在于 在于 它会吸纳用户的行为习惯 它将这些用户需求 同意起来 然后 制作的这些界面的话 是以最大限度的 符合用户习惯为处置 这样的话 用户怎么用起来 方便 它可以做成什么样 所以它的界面很灵活 你看到 除了现在是四张 四个界点 一二三四 那你可以画多少 无上线 你可能甚至可以自己切数据 把一个窗户在这里 在你的显示器上面 很方便 很方便 这也是 刚开始大家可能看 它觉得 这玩意儿好像很夸张 有一点点很怪异 但是怪异的 挺怪异的 背后的话 却是一个最尊重用户 本身习惯的一个 设计重置 而不像本身的一些 设计Mac的一些软件 的话 我们必须要学习它的操作模式 它现在不是 是软件在示异地 而不是进去实际软件 那么 Blender的用户群 作为一款开源软件的话 这就是 Blender的在 现在全球范围的 一个分布图的 一个 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在美美 欧洲团团团团 这一地方的话 Blender的应用 相当相当的广泛 没有大量的用户 但是在中国 它属于 刚刚起步 很少很少有用户 那么澳洲也是 那么 最近版本的 分的是2.5系列 2.5系列 2.5系列的话 是跟2.5 前面的2.49 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 再是自从2009年 才开始开发 到01年的话 这种传统 依然在转型 即便是我们看到的 有这么广 这么大的用户群 但是它还是属于 一个小众转件 它与 Maya 和3G Marks 的用户群 比较起来的话 它依然是很少数 但是我希望 根据这个趋势 是要关注趋势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 它的用户群 会逐渐上升 那么 Blender 它作为一个 开源转件 它的开发 和维护 都放在它的开网上的 开源社区 它的所有的资源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网上 免费过去 这个经过Google的 一个趋势搜索 你能看到 Blender的 免费教程搜索 拥有力的话 在网上是最高的 远远大于 Maya 3G Marks Sinimo D 甚至的XNi 这些所有的 意义的 你要学习它 你要使用它 你要用它的话 相当相当的方便 为什么 它资源太多 但是有什么问题 可能这也是 约束我们国内用户 使用它的一个 原因 就是什么 这些很好的资源 全部都在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然后 还有Webom 等等等等 全部 看不到了 所以 要学习它 可能还有一些 基本的搬奖 搬奖的一些能力 所以 学习起来是比较规律的 这也是为什么 Blender 在国内发展起来 一直都很慢 它缺少 中文化的资源 中文化的教程 以及中文化的一些技术支持 等等等等 那么 这位就是 Blender的一个 创始人 也是现在 经济会的主席 他叫Tom Blender的话 我们看 我们可能很多人 是第一次听说 但实际上 1988年 Blender就诞生了 那个时候的话 是Tom 在N2S这个公司里面的话 他是将Blender 作为一个PS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工具 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工具 那么 到2000年的时候 这个公司发展 已经成为了 荷兰最大的 动画工作室 以及流行开发公司 那么 但是呢 2000年的互联网 进去泡沫等等 造成了这个软件 直接软件公司 背后倒闭 那么 他并不希望 Blender 这款很优秀的软件 就因此而被 以往养护 都是被放弃 那么 他 他直接放到了 开源社区 重新开启了开发 并且 支持他 一直发展到现在 所以说 Blender 已经快20多岁了 所以说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不知名的软件 实际上 他很有一个历史 那么 Blender基金会 先生他主要的工作 就在于他 促进到Blender 在整个软件 需求 以及功能上 在开发 同时的话 整个开发团队 像MX一样的话 他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团队 在全国 全球 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援者 来参与这个 参与他的功能开发 但是 并不是说 很多的 并不是说 有些开发都是 免费义务的为 Blender基金会服务 有些开发的话 Blender基金会 会向开发者 支付一定的费用 那么 并且最后 当功能完成之后 的话再加强 这些功能开源 所以说 Blender的话 我们对于用户来说 是一个免费乱劲 但对于有些开发者来说 你可以 为了开发的时候 你也可以赚取很多 不想输入这些费用 当然 这些就有哪来 这些资金的话 Blender基金会 制作 每年都会制作一部 开源电影 包括一些 开源电影 开源动画 开源游戏 以及一些周边产品 同时 还有一些企业和捐赠 这些用力支持和维护 这个经济会的发展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 Blender的官方网站 给大家职 估计 历光 警力 我现在的社区 实际上成立于2004年 跟来 找不ась 全神 这技朗 就能把 我们统计过有近200个人 同时我们是一个更是非异性的组织 大家都是自愿的在一起 为Blender在国内的中文化发展 提供一个交流沟通以及共享性的平台 那么我们主要完成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Blender 首先我们这个社区完成了Blender的软件汉化 以及它的维基文档汉化 最新的2.60就已经拥有了中文版 所以说大家对于中文用户来说的话 是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 同时的话中文资料的共享 以及博客新闻和教程资源的翻译 既然国外有很多的优秀资源 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 那么规律就是说 一定要大家都要学会翻译 要学会很好的英语 我们把这些资料都翻译成中文 让更多的用户可以认识了解它 同时我们还要维护这个网站和社区 在于推广上面的话 我们使用了一些减少中文资料 那么我代表从去年开始 编写了第一份中文教程 和分析的权威起来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和人人意识合作 还有一个会计 录制了很多大量的中文教程 还有在北京西安和上海文明区 我们已经举办了很多次的技术交流会 很多的现象的社区论坛 我们一起网络 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工作 特别在上海 还有今年五月份 我们在上海举办的聪商 还有专门从英国电器台 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家 他的专门从北京赶过来 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在BBC使用Blender 制作一些语词可笑 还有一些演唱作可笑 一些使用机面 最后所谓说 我们在杂志上面的话 我们近期也和数字娱乐技术 我们一起合作 在上面有一个专栏 用于刊登Blender最新的 一些中文化软件的一些应用教程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的网站 BlenderCN.org 然后我们的LentancePBS BlenderCN.org 给大家的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追求一下 那么这里有一张表 这一张图就是我们现在Blender 但是在中国的主要的用户分布 其实可以看得到 现在分的用户分布最多的地方 还是属于在北京上海 和深圳广州这边 这些用户群相对来说 也相当的其中 我们第一次跟 在北京的分享会的话 是跟周固合作 那么在上海的话 是跟大学合作 不管是公司和大学的话 这些连海城市的话 已经逐渐正在吸纳 这种新兴的开源思想 并且把它作为一种生产的应用当中 所以说 呃 成都的话 还是一个 呃 成都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们慢慢一起 我们培养 那么 Blender 刚才讲了这么多 那么 到底 它将是 它有什么功能 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工具的套件 这个工具的套件 包括哪些 动画 材测 建模 还有 渲染 游戏 物理 模拟 以及 飞线情编替 Python 脚本 以及集群渲染 这些的话 通通都在 这19兆的一个软件里面 进行 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 比如说 我们要做飞线店 可能会用Premiere 用 做游戏的话 可能会用到Unity 或者做物理 不要用到什么Refollow等等等等 会用各个不同的软件 结合在一起 完成一个效果 但是在不单调的话 它是把这些软件 全部都集合成了一些 它是一个工具器的套子 相当相当的使用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呢 首先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功能演示 那么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 有一个视频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看 Render它的超过的演示 以及它的工具界限 这个画面就是Render的一个 主要的场景 这是 用电力来的话 就是它的工具 下面的话 是它的时间线 Render的话 这个是它 Render的一个迹象 或者是它 那么 你现在可以看它的话 如果 你 基本上 没有看到它 有什么时候的按键 的动作 但是它直接就可以 把模型给建议 为什么 因为 Render的 在它的操作上面 有一大 最大的一个效果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为了增加 用途的使用效率 它将所有的工具 全都的 放到快捷键上面 所以 你基本上 你要真正工作的话 你只需要 中间自己的操作 进行 那么 使用所有的快捷键 你当快捷键也不省得多 那么 把操作快捷键 踢出了以后的话 这些上面 可以充分快设定 而不是 你们说的话 你需要拖动一些 箭头 这样一些 坐标车等等 很麻烦 那么 很快速的话 就可以解释一个模型 在功能效率上的话 将来 这些 这个是应该很酷的演习视频 这个是 W2.50 2.50 2.50 发布的时候 有个外面网络 自己做的 这个是 给大家展示了 Blender的产生经验 这个是 关联组成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便提一个帽子 其他的帽子 可以同时 这些 他的多面器处理能力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 这是一个窗口 两个窗口 三个窗口 四个窗口 用户的话 正在一段的切换这个窗口 这个是 Blender的一个 动画模块 动画功能演示 你可以在 很多大量的 多面器中间的话 数据起来的话 相当的流强 而且现在的话 Blender支持了 GPU圈点 它的SYCLE 4.52 将在2.61里面 到时候的话 你可以实际使用 GPU加速 进行一个 十分真实的一件 很简单的 而且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新增长的地方 像 讲DNA 环节一样的 小手法 但这些东西的话 很简单 只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减一个进行的逻辑 第二个动作 我们添加在修改器 修改器 已经将给了 所有的 动画 固者全都包含进去 因为大家可以把它 理解成 以前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 会有一种叫 文哲史上的 动作 修改器 修改器 这个是一个 游戏的游戏 但游戏相对 它时间比较早 直接实施的效果 你可以在里面 玩游戏 有点满 我告诉你 现在文哲已经在准备下了 工业体制进行一个发展 而且 第四 应该看的是第一步开源动画 那么现在已经发展了 第二和第三步 今年已经有了 第四步开源动画 第四步开源动画的话 将是以一个全新的技术方向 那就是往好莱坞集结的工业集成应识 上面去做 那么 可能的做的方向是一个 在真正的实拍 加上3D 动画 飞机能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用户开始不断的在 可以切除创绘的 我只需要用户怎么样习惯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用户习惯 你自己建立你的创绘 你可以切除它 你随便写 没有实验模 到底你的经济性能够承受 重要的创绘 当然创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没有习惯得到的话 而不是我们确定要去 讨论有这种表现 像我们去 固定在这种习惯当中 它的结合起来效率相当的快 不少用户 不少用户 像是我们在上海的英国朋友 他就是 他当时使用的是麻羊 在MBC做了一些动画 动画的时候 发现 建模和移动的时候 才是那么大的 一旦导入麻羊就失机了 但是他们把这个 之后来尝试了一下 当他刚刚导入的人 你发现香香的流强 一点东西都没有 越是上海的持久 再也没有麻羊 然后直接转作游轮 这个话 你使用这个猴子 一个物体 来控制整个多边形的变形 看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事情 建一个猴子 建一个棒牌 在猴子上面加一个修改器 呃 在棒牌上面加一个修改器 直接转到你的猴子 转到这个猴子 就可以想到 很公共的一些方向 现在再跳吧 这是一个第三个猴子的 背景中 这个是Blender的介绍电 那么好 大家看过第一个演示以后的话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能够采成是它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 Bullet无理一起 Bullet无理一起的话 是在Blender里面集成了一个开源的一个物理引擎 它已经被很多影视级别的应用 特别像我们可能儿时 我们讲的2002电影里面 2012有很多飞机在地震 飞机在中间飞 有烟雾爆炸火山碰发 等等等等 这些物理模拟 都是使用了Bullet无理一起来完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Blender里面这样的事情 怎么样进行一个物理模拟 这个的话是Bullender进行一个流体模拟 流体模拟这个是地质模拟 这是软体和控装模拟 这个也是流体模拟 这样的物理模拟的话 需要消耗大量的CPU计算和硬盘支援 但是你在Blender上面的话 处理起来有什么方法 这是刚提前的物理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毛发 这个是一个烟雾的物理 很小小的 你可以完成这个墙大物理能施生成镜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墙画 展示它的烟雾效果 这个也是一个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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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设法计算等等 很真实 这就是 这就是一支漂亮的视频 这是它的物理引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 Blender不仅仅能够制作电影 动画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游戏 它类似的一个叫Blender Gaming 它是叫BGE游戏引擎 这个BGE游戏引擎的话 可以很方便让你实时的进行 编辑一些游戏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BGE游戏引擎的效果 这个时候这个视频可能比较早 这个视频是 这个用户接近的话 刚刚大家看到 这个是2.49版本 那个时候的 工具版本在下来 这个的话 你实际上是一个实时的 能够的招牌效果 你直接在一个产品中 如果一个产品的产品 可以看到一个 波定 一个 可能也有很多 那像加速和GPU的话 效果更旺更延长 你可以随时在现象中 改变你的颜色 有光照 那么在GPU的游戏引擎的话 这就是自己 自己作为一个游戏 Blender的Gain Engine的话 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可以产生一个 十分快速的 生产 呃 环节 你可以使用 它特别适用于 这种 呃 Polipide 一个原型采法 当然它在系绳上面 有一个 当然实话是说 它在系绳上面 也有很大的缺性 因为它是 现在 你看 应然是 时间年前的一个 核心式的阶级 但是你现在的话 应该使用 你可以使用它 快速就完成一个新的 呃 比如说 你要控制一个 有什么游戏 你要做一个什么 呃 打枪 你要 你要做一个 5 游戏的话 3D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 一拖 就可以出来了 门拖 一个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人的 呼吸 那这个就是一个 剪一下下来 你要想 或者是什么 让它们漂亮 那么你要做一个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 呃 我以前想做一个动画 我想做一个游戏 一个人物 要往前走 那么 可能大家没有认识 是不是怎么办 那边在里面 就是能建起来 第一步 建一个小人 给他一个骨骼 第二步 建一个 比起给这个小人一个 呃 sensor 一个传感器 接近 传感器的话 制定一个空格 比如说一个往前的一个按键 那么 接下来就是 这个 没有 那么 一个传感器 那么我再做一个触动器 一个控制器 一个 entr控制器 那么在 这个entr控制器的旁边 再连上一个触动器 触动器是什么 就是一只木 掉了它往前走这个动画 那么 你直接面积 来做就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效果 我当我按了这个 键盘上面的 我前进键 那么 前进键 就会激活 你的人物往前走 你要做一个人物往前走 这个游戏 就是简单 只要散步 很快速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 于原型设置 然 前进是你需要有一个 一些的 比如说 人物动画的一些 建好的一些 动画的库 等等的 但这些都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 接下来就是 它的约派实施着色 就是它支持GSL选着色器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是 一个朋友 他是加拿大人 他是 这个是在大学里面做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大家看了 很真实 它是一个海洋模拟 海洋模拟里面的话 包括了雨例群 还有山谷等等等等的 这些项目都是实施现在的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意义就在于 我 呃 我可以实时的输入 我需要有多少条鱼 我需要什么样的鱼 我的鱼的 游走的路线 它的分布等等等等 同时的话 一切都可以 实时的效果显示起来 显示出来 相当的方便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它可以完成在实时计算之后的一个数据统计 我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集群的 现在一个集群行为的一个模拟 那么怎么办 我为每一个鱼都指定一个行为习惯 那么当我在钓到大量的鱼里以后 对它进行一个模拟以后 那么它的行为习惯的统计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它的blender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是相当的广泛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它的 对于鱼的行为 进行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 这种四星计算 你直接 blender使用的是Python脚本 它的脚本性能的话 运气性能也相当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调用 制作这些创合 功能的话 有开放的GAMEO API 还有Python API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习惯取证 相当的有意思 相当的怎样 所以说很多高科研的人都比较喜欢 在国外 大学是 就是国外应用鲤鱼 blender在国外的利用鲤鱼 连接着广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直接渲染出来的效果 但现在这个 这个项目有改进一下 改进一下的视频 还没有 还没有公开出来 来效果 加入了更多的 比如说体系瓜 然后鱼的更多的一些动作 我们在加上 谢谢 那么这个就是历史的动画 那么还有一个是GPU 是Cycles 但是今天我们是 当然是演示 是原文件的实时圈的 但是这边的话 可能比较 现在也是有一点困难 我们一会就稍后的话 在下面我们在 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GPU式的描述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说 blender结合我们做 我们做了一个 结合iOS的 陀螺仪实现 iPad对模型的一个实时控制 我们大家都知道 iPad 还有我们的苹果手机 我们都有个陀螺仪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一个陀螺仪 跟blender里面的模型 连在一起 使用我们的陀螺仪 使用我们的手机 或是iPad 来进行一个人工控制 那么我们看看这边的演示 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用的mrmr mrmr应用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 一个手的一个模型 那么当你在转动 转动 或者是 翻转你的iPad的时候的话 你的陀螺仪数据的话 就会打包 传信 blender的 进行个数据通信 然后控制 blender的一个转动 相当于提示 你可以用来做什么 那么 我可以转动 那么 那么我的 当我按着按钮 iPad上的按钮 这个手 我可以促用它一个 比如说现在是手参直 那么 然后就会有一个手 捏在一起 就很大 按一个按钮 直接用我的 像一个摇摸器一样 做一个类似于 人机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交互 这个实际上很简单 那么现在的话 还有更多的这种类似于 像 Windows 和 Wayman 发 HubleKinex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 Kinex的应用就是 什么 你在Kinex前线跳舞 当然就是说做一些动作吧 那么你的动作 将会直接被录入到 blender里面 成为一个 拥有的一个 Motion Capture 的一个运动数据 那么 以前我们可以知道 以前做一些 比如说 经常看到电影里面 但转动很快的话 就可以加速效果 以前我们可以看到 做电影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运动 恐捉 比如说一些演员会在自己身上 骨上 或者点 那么当演员在进行运动动作的时候的话 这些点的运动的路径 就会给阶段机给产集一下 这就叫 呃 动作捕捉技术 那么 blender 了吗 现在就结合了 pnet 做 完成这一套免费的捕捉效果 啊 这个 就给你 美美 那么 以往的动作捕捉 一个设备 包括软件 包括硬件 包括一系列 一系列的人员培训 可能要求是上百万 甚至不仅仅是能力 甚至是美严 但是blender提供那套 很简单的方案 而且成本基本上 就是需要买一个设备可以玩 而且这个应用的话 这个 插件 这个交捕 直接在网上是属于开源 你可以直接能够来应用 所以说 blender提供了 很大量的 免费的一种 呃 需求解决方案 这个我们就是简单 取得其中一个例子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 哪些计则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就讲 这是 呃 我们讲的电影 电影是哪些 蜘蛛侠 加罗比海盗 200 等等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电影 这些电影里面 都有不任何的 在背后的功劳 同时 像凯尔街的秘密 是去年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 它是特别的一家 呃 呃 以色列的一个动画公司制作的 它虽然是一个平面的动画 是一个RD 我看着就像 呃 看着就像一个平面动画 但实际上 大部分的元素 都是使用blender 进行的一个3D制作 然后进行的一个 平面RD的一个渲量 所以说 在电影里面的话 它已经最早 最早的应用的话 是在蜘蛛里面 那么 还有什么 看一看一个电影 Elefant的罪语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还有 GIG 关联的Sintel 那么 如果我们看 有这个 看一看Sintel 是最近的那一部 开源电影 效果也相当很棒 那么 还有一些独立之天 独立之天的话 罪语是很同时相当严重的 所以不能算是一个 很最佳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蜘蛛虾 带了厉害导臨 这个就是凯尔尼的匿名 可能大家看海豪 就知道这个电影是 就数据起来的 那么 Elefant的罪语 这个大神兔 就是Lefant的罪语 就是他第二个电影 一项电影 是Sintel 是一个 呃 古代的一个童话故事 那么这个是电影里面的一名 那么同时的话 Blender还在哪里提及到 在国外的话 最广泛的应用于 小型的工作室 是做电视广告传媒 因为什么 它的两间的气体 都成本相当的 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成本 第二的话 它的培训相当的努力 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的用户体验做得相当的好 大部分的用户操作的话 都可以 都被模块化的风格来起来 所以说你培训起来很方便啊 我只需要学会这个模块 这个修改就怎么用 我只需要学会一些基本的用处 那就准备了 你不可能 没有必要 如果说我们为了完全 在简单的一个用处的话 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去买 花几千点 也去买一个 麦 呃 甚至迈克斯 或者是玛雅 什么 如果Blender能够完成 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东西 什么 同时的话 它适合一 8张10个人的小品 对 那么 呃 最接近的一部 Sintel电影的话 是12个人 在弗兰德工作室花了一年的时间 而成本的话 只有40万多元 但是完成的动画片 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简单 这个里面的话 有几个工作室 这些工作室在国外 呃 他们完全使用Blender 加片链转开 他们自己的设备 进行的一个 叫 动作 补作 这样的话 同时的话 国外还有很多大量的 自由职业者 自由的业续家 会使用到Blender 基本上没有成本 特别是 呃 既然 工作的目的 都是为了完成产品 完成这个项目 如果不能再加上升 为什么我们要去买 又 请爸爸 把大家想去买 还有一点 就是教育上 在Blender在国外 爱有一个应用 就是说 它在海外 被大量应用于 大学的基本教育 特别是这样 新西兰以及全国的 呃 有一个消息的时候 新西兰的全国的 国家全国的 大学 都使用了Blender 来完成教训 而在 我们国家的香港 澳门 澳门甚至高中 都会有 都会有Blender这门课 如果你过不了 你还得程序 所以说 在 而且它只需要 提供给你什么样的技术教育 就是你对3D的一个概念 一个认识 你对一个整个一个空间 思维的一个培养 这些是主要的 还有在商业上面的话 特别是用于 LPCR的研究 而且它是一个 新技术的实验室 这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Blender 在中国浙江大学 是会最早 应该说 浙江大学是最早 应用Blender的一个大学之一 同时的话 它现在和阿里云的云渲染 一起合作 完成了 支持全国内 应该是国内手 加支持云渲染 计算的服务商 而且你可能 如果你使用的是Blender的话 你可以完全可以使用 不能够在云渲染 在阿里云上面 能够进行一次云渲的体验 云渲染 在37-14已经 给我们大概讲一讲 什么是云渲的 首先我来讲一讲 什么是渲染 渲染就是你动画制作的最初一步 当你制作好了模型 当你制作好了动作和灯光 打上了灯光 给上了材质 那么我要什么 我要把它渲染出来 然后成为一个最终的图形 就是大家看到的电影 那么这个渲染的话 需要发挥大量的自身机计算 以及应用 跟他们讲的 无理模拟 需要CPU 需要你的硬盘空间 需要你的内存 用油量 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普通的一台电脑的话 这些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阿凡达 我们大家都要说一下 一个阿凡达的一帧 就是说每一秒的电影 它有25-30帧 像阿凡达这种电影是30帧 每一帧上面的话 它并不是就是一张图 制作这一张图的时候的话 可能会有10 20甚至30个图层 大家如果用过图层的话都知道 图层的概念就是一层一层叠起来 就像洋葱皮一样叠起来 把不同的效果叠在一起 那么每一层 可能都会花上你 2-3个小时的渲染 那么如果一台电脑 就光渲染一帧的话 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就会花掉一天甚至两天 那么如果你算上 一帧 每秒20 每秒30帧 一分钟60秒 一个电影多长 这个是不可估算的 那么后来皮克斯的话 皮克斯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极群运算 那么就 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一幅图 我把它菜成 我像蛋糕一样 切切切切的小块 然后把它分成每一个不同的电脑 很多个电脑 但它们一起来运算 当运算完领说的话 再聚集起来 把它拼成一张整个图 就叫极群运算 那么但是 极群运算的成本身很高 你要需要像维塔 或者是 就是制作阿坎达的工作室 他们为了制作这部电影 专门升约他们的集训系统 用了整整一栋楼 三十栋 来管理这几千台电脑 那么花费了大人的金钱 再来比如说 光纤通信 然后冷却 因为你需要 泡掉大人的能源 还有什么 专门的供电社会 等等等等 整整 每年如果说 你不做电影 是一例的话 这个RF完全可以把你破坏 但也对于我们一些 中小企业 或者说我们个人用户 来讲的话 不可能去拥有 这样一套集训社会 所以现在阿里云 就提供了这一套 新的叫云渲量集团 可以让你 花费很少的价钱 那么就可以直接 你再 本机进行操作 然后加强的数据需求 发到你的 通过你的客户端 直接上传上去 所以又得到那种图片 所以说 云渲量的相当的不错 那么同时的话 在贵邻电子科技大学的话 也有很多 使用Python的图形学 进行一些物理模拟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刚才那个鱼群的那个 动画 是进行一个行为学的研究 那么 那边的话 就使用Python 结合Blender 制作了很多 比如说一些钢体 那么我需要做一个炮弹 然后打比方 我需要做一个飞机 那么飞机在进行飞行 或者是在进行轰撞 或甚至说空气 进行有一些 比如说像什么 风洞啊等等的 这些物性模拟啊等等等等 他们就会尝试在Blender里面 使用它的玻璃的引擎来进行实践 当然有一定的成果 而且现在正在进行装 通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提到一个新技术的实验填 什么叫新技术实验填 Blender在了很多地方 我们可能并不是熟悉Blender 但是它的很多技术 确实在全世界 它是第一个提出 并且付出实施的 特别我打个比方 像那个AO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 最早是由公平光博的一个艺术家提出来的 但是当时属于实验程阶段 没有哪个软件 什么什么呀等等的 没有谁 敢把这项技术 引用到自己的生产 那么Blender 它是一个开源的用户 完全可以把它部署上去 那么达到了基本的算法 把它部署上去了以后 然后在Blender开源社区 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测试 一些用户体验 当那些商业的软件开发生发现 好像这个功能在用户中间取得很好的可费 那么我们也把它部署进来 所以说AO是一个例子 节点系统也是一个例子 节点系统甚至3G Max的节点系统 甚至是在不能够部署的节点系统的 两年后第三年才把它新加入进去 所以说很多新的技术 你都可以在Blender上面进行做实验 你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用户体验 所以说为什么它提供了原代码 原代码的好处在于你可以自己比 那么我们可能关心的 还有就是在游戏上面的应用开发 那么Blender在游戏中用的最多的 是它的建模工具 我们刚才看到它的建模的效率相当的高 我不需要用很多的点右键 拿出下来菜单 我要进行个变形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操作 你点个右键 你再选 可能花两秒的时间 甚至三秒钟的时间 那么我只需要一个快递键 我可能一秒钟就搞定了 也许大家觉得可能这一两秒的差距不是很大 但我如果一个模型用很多的细节 这个机场很多的话 用户可以节约很大量的时间 所以说在最初期的就是火炬之光 和我们听到最更多的就是摩射世界 很多的方向暴雪 他们都会采用Blender来进行一个模型创建 很简单很快 效率 效率实际上是在生产环境中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原型设计 Protetime设计 那么如何把一个想法快速的实践到一个产品 有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再进行一个训续分析 或者是一个原型设计 一个产品设计的时候的话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原型设计的时间 或者加快的话 这对女生产的效率 其实相当大的帮助 可以让你尽快能够得到用户的一个反馈 或者说你在设计人员中间的话 可以感觉到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 如果行得通继续 那么还有就是利用BG进行一些视觉演示 或者是逻辑预览等等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呃 那个云群的呃 呃 就是要行为模拟 以及现在有什么 大家可以 呃 一些叫什么 叫 就是视觉 虚拟视觉 那么 虚拟现实 不好意思 虚拟现实 那么虚拟现实的话 你可以用 当年呃 有一些人 西安有一个像 西安有一个公司场 就是使用blender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西安有一个博物馆 我们可能 如果大家想去博物馆的话 就需要亲自到西安去 那么 他把这个博物馆放到出电网上面 大家只需要等等这个特殊的客户端 然后他们就会在服务器端装载 这个整个的 博物馆的一个环境 你只需要像一个游戏一样的 跟你的键盘 你的鼠标 你的视图 你就可以在互联网 在你的家里面 就可以参观这个博物馆 这个虚拟现实的 很多很多 那么 那么 还有就是像配合 uniti 3D 等说一些话平台的 一些游戏开发 比如说 iPhone的开发 iPad Android 然后Xbox PS PC 等等等等 有很多很多层次的例子 都已经使用到了互联调 而且 uniti 是要授权 那 你还有很多 开远的平台 比如说像 uniti Org等等等等 他都能够省出 很方便的跟 blender结合在一起 而且更多的一点就是说 关于 uniti 3D uniti 3D 和blender 现在结束的生分的经济 它的兼容性相当的好 我们把blender 在里面完成了模型 灯光 才能贴出创建了以后 可以直接在uniti里面 导入打开 而不需要对它的材质 再能做一些重新的设定 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 blender的经济会靠 在近年就已经和uniti uniti的CEO 进行了很多次的密切的合作 他们就希望 uniti也希望 blender能够将 能够和blender一起 把游戏开发这个环节的话 做得更快速起来 结合得更紧密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看到这个是 是PC上面的一个人物模型 这个是火军之光 魔术世界 然后这个是Xbox 这是Android上面的应用 然后这些都是iPhone iPad上面的一些3D游戏 你看3D创建3D游戏相当相当的 所以 那么我们最后 再来看一看HTML5 我们今天讲到HTML5 能不能在网络上 网上使用HTML5 是显示3D的游戏 当然这也是可以的 使用blender的话 blender的开源平台 提供了很丰富的 API接口 你可以完成对所有 数据的任意的定制 那么 而且 有的时候不需要自己定制 他自己提供的 比如FBX 还有X3D 这些文件都是转换的 输出的话 已经足够你用 那么 有一个事 那么 我们使用WRTGL 的一个写议来进行 对 来对 这样3D的模型 直接导入到 网页中 使用X3DU框架 这也是一个开源框架 大家可以直接把框架 用起来 然后 整合到 你的网页中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3DU的一个码 那么 帮这个码 直接导出 成一个X3D文件以后 直接 链接到 X3DU框架里面的话 直接可以显示出来 很方便 基本的流程的话 我们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首先你要进行一个 模型的导出 因为Blender支持的 几乎是所有 模型的 文件格式的 导出导入 有很多人 实际上很多人都会使用 从Blender 来进行一个格式的转换 这一点的话 在框架架上 用的相当很多 在这个地方的话 推荐大家 如果有趣的话 就尽量采用 X3D的格式 倒数 倒数以后 用两种方式 将它转换到你的 HPML网页中 第一种就是 对它 对它进行一个 呃 文件的一个规法 直接生存 因为有什么X3D的话 你登附上 就会有一个 在线的 转换 系统 你可以直接把它 转换成一个接点 当然你可以把网络下载 在你自己的地点里面 同时的话 你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接点的话 将它在电路进行的调用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话 就是一个使用Blender 加HTML5 完成的一个 在线的网络游戏 那么 那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在 网页里面 直接打开这个网页 这个就是一个3D的人物 使用你的左键 右键 就可以控制你的 人物 飘动 吃金币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金币 往右面走的话 会有一些怪物 你可以去查这些怪物 很方便 这就是一个在 Blender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使用Blender 要解决HTML5 完成一个在线游戏 只需要输入一个网络 你不需要 像以前 VSH 干嘛的 要 我需要下载空间 等等等等 现在已经有了HTML5的话 把Squad 这个网址的话 大家一会儿可以把PPT 如果 可以把PPT 到时候放到网站 大家可以去 或者说寄一个这个名字的话 就是叫 VERT Breakdown 这个游戏的话 在Chom Experience 那个网站里面的话 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感受一下 到底是在网页里面 完善这个游戏 大家认识能剪下这个例子 可以完成其他 所以说 很有 很有意思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打一个小时代 我总结到底 不能对于 给我们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好处 什么样的优势 那么第一点 就是 它的开源性能 我们反反对付的强调 它是免费 它是 拥有很开放的一个 应用接口 这些接口的话 给用户带来的 习惯 给用户带来的 辩解是很明显的 你可以 怎么讲 Blender的话 很多在国外的话 虽然我们 开源社区 开源软件 是这样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 我 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 很合适的 一个社会支持 当我在应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可能 比如说 我出错了 那么我报错了 我这个功能 并不兼容我的一些文件 那么 我需要一些 新的一些定时服务 怎么办 我没有找到 像我如果 我购买了3DMark的时候 我去找他们的社会支持 但是我在 在Blender里面的话 我只能去找社区 但这个社区 是很庞大的 你需要在里面 知道 你需要知道 找什么样的人才合适 所以说 有的时候的话 这样并不是很方便 如何完成一个社会支持 等等等等 那么 Blender的话 提供的最新一切的一些开源的接口 可以让你自己 很轻松的 对你的品牌进行一个 自定义的一些开发 那么 做一些快速的升级 满足你的新的功能需求 很快速 而你不需要 花费大量的人力努力去找 去购买一些社会的服务支持 所以说 这一点 不能叫做开源 特性带给我们 就是你的 自定义的 真正的 你自己的一个 三D的开发平台 那么 第二点 他的提训周期相当的短 Blender的话 既然在大学里面应用那么广 那么也说明了 他在提训和教学上面的 应用性和方便性 同时的话 他让学生 让任何人理解三D起来的话 更方便 而不需要 你只需要知道 比如说两个点一个线 像一个面 就这样简单的道理 你就可以 只需要拒绝这样几本的一些 空间测试的话 你可以在Blender里面完成 你对 模型的创建等等 所以 他特别适用于知识的 和工具习惯的转移 工具习惯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用户界限 我们的用户 Blender的用户界限的话 主要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你想要什么样的习惯 你自己挑成什么样的习惯 而不需要你适应软件 当人被软件拖着走的话 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费 可能效率并没有位置 并没有自己想要的一些习惯高 所以说高效率领域上岗培训 因为快速的生产流程的话 是Blender为我们在身上中带来的最大 又一大特点 同时工具之间的兼容性 我们刚才讲到Blender使用了大量的快捷键 这些快捷键的话 可能让很多人一看 这太紧张了 一个我说的最后三页的话 画了整整三页六遍来写 所有列出的所有长龙的快捷 那长龙的快捷键 还不包括全部的快捷键 如果要把这些快捷键接触 就是不可能的 对于一些实际的用户来说的话 可能在实际上 你是本身实际上把一些 你做起来相当的方便 那你对于一个老用户的话 要练进知识转移怎么办 那么Blender提供了很方便的一个 Keymap 一个功能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按键 订阅制程 你的玛雅 在玛雅或者3Dbox 里面的用户习惯 那这里并不是说一定强调大家 一定要放弃玛雅或者Blender 放弃玛雅或者是3Dbox 转向Blender 当你根据你的自己的用户 你的项目需求 因为BG 一个项目不可能就是说 完完全全是用一个工具来组成的 来完成的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特点 可能Blender的话是个建模 但是它在物理模拟 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动画上面的话 并不是很出色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麻雅来评价 那么如果在建筑渲染上面的话 或者在酷 呃 成色成定又不是很出色的话 那我们可以使用3Dbox 来替代 它的平台一些东西也是相当相当的好 所以 如何让你 但是你 就是说 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中 可以省掉一部分的钱 让它 这样最花钱的那些地方给替代 因为3Dbox 是麻雅 它有不同的版本 每个版本 所提供的 呃 你的功能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一点的话 可以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说 它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共享 的应用资源 这种共享的应用资源 广告出在于 呃 开源社区上 开源社区中间 大家可以去下载 去可以 发布 可以用过讨论 这也促进了 你的本身资源 跟本身的开源思想 也促进了你的资源的一个开源 共享 这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让我们的学习起来更方便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这样的话 将这个学习能看 适用 特别适用于普及性的教育 而且最后一点 就是说 它可以让用户 基于共享的知识产生 以及快速的建议 一起行业等的新竞争力 避免呢 一些重复招文字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前几天还跟你朋友聊 就是说 为什么奋斗的小鸟 或者说 鲍鱼专家 这么很简单的游戏 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 认识的一个应用出来 但为什么 他们就得先做出来 就是因为 他们最先把他们的想法做出来 如果说 你需要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做一个奋斗的 比如说奋斗的攻击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是我怎么办 无从下车 我是不是要先去自己做一个引擎 我是不是要再去 怎么去买一套软件 去建模等等等等 那当年做完了以后 这个可能已经很长时间过去了 那么 共享的协议 共享的资源的意义 在于什么 在于说 你可以直接从网上获取 大量这些现有的资源 现有的引擎 现有的框架 现有的 甚至说模型 等等 都可以 只要你遵守CC5协议 资源协议的话 你就可以拿来自己用 那么做出来的成绩 的话 为什么就这样 现在大家如果说还是 比拼的是软件的一个能力的话 那么 软件大家的基础 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有点可能比较什么 就是 你所能够 你的应用或者你的游戏 大家的用户体验 你什么时候 比别人更快 推出这个想法 更快把它应用到你的市场上面去 而不是去 一步一步的 完美你的车 完美主义的车 这也是一种缺陷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能应用去 开一个东西 把它 拿来主义吧 把它 呃 现有现用的用起来 做出来的东西 非常不可能 这样一个可以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从头造成的 只要 能够做出来 游戏性的 所以 今天就是 我带来的一些小小的 关于Blender 3D 和游戏电影的分享 来给大家 大家关于 关于那个 Blender 3D 还有没有 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 再抓住这个时间 跟冲译沟通讲 谢谢 这个是我的 呃 游戏的微博单 如果有 有兴趣的话 可以 呃 如果现在没问题 你可以多在一起 线下和线上的 一起沟通教练 同时的话 大家可以在 新的 呃 用文文台上面找到 应用 您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 那个3D 文件再生 课施 那我们在遇到那个 Google的那个 Skatechart的 问题 我想问一下 那个 你们对Skatechart 进行一些 格式转换 呃 关于格式转换的话 你可以去下 最好就是说 使用 Windows下面的 Blender 它提供了相当最全的 一个格式转换的 一些脚本 你可以使用这些脚本 看看有没有 适用你的 呃 格式转换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为什么我强调是 Windows 因为在Windows 有一些格式转换的话 在Mac版本 或在Inix上面 版本的话 它打不开 它不能用 所以说最好是使用 Windows下面的版本 你可以下来到 或者点 偶尔就是你们下最新的 呃 等等 看一看 也知道 就说 那个转换的话 实际上是那个 开开社区其中的 一些插件 对 对 你可以如果说 你有一些自己 对于你的转换 有些特殊的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打开 它的一些 转换脚本 这些脚本 都有很好的一些 分析的一些结构 一定都是先成的 你可以经历这些结构 写一些你自己的 转换 插件出来 真的有一些 呃 譬如说说 稍微远一点 呃 不然呢支持很多的一些 渲载器 以前支持什么 瑞 支持什么 呃 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的话 出来了一个 渲转移情 那么其实 出来了一个 渲转支持 渲转移情的脚本 那么它的脚本的原理 是相互的 很多人就 呃 一个俄罗斯人的话 就基于那个 支持 或者是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相互的那个脚本 重新把它开发成了 稍微改了一下 就把它变成一个 支持 的一个 学能脚本 所以说脚本 是可以复用的 你如果说觉得 你看它上面的脚本 不合适 你可以把它 自己改变改变 变成自己的脚本 谢谢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 呃 感谢聪明给我们 带来了这个 Blender 3D的这个介绍 那么在相互的这个 分享的环节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沟通 谢谢聪明 谢谢大家